你好 欢迎收看11月22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联新议会定期大会22号是由先元哈尼加造 李正文还有李秋旺来进行质询 他们分别针对了福岛原住民族音乐文创在地化 还有福岛各个社区大楼成立管理委员会 以及原住民地图数位化等议题提出的意见 花联新议会定期大会22号则是由先元哈尼加造 并且针对南区修缠农路以及原住民办理大喜活动时候 主事觉要相当的清楚 是着重在我们南区的农路 以及我们在灾后重建的部分 那也在这边期许县福啊 这个修复的工程要立即的赶快去执行 那还有第二个就是活动的品牌 就是县福办活动它的主题或者它的设定 都必须要很清楚的 让这个活动是非常的有朝气 然后可以让大家一看这个主视觉就知道 这个品牌是什么 那还有就是另外还有就是在原住民音乐产业 那我们是要怎么样去发展 那未来不管是长中短期 我们是要怎么去把它变成是我们在地的音乐产业 那可不可以带动我们就地方观光啊 或者是说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变成花莲音乐圣地 那让所有不管是台湾的人民 或者是说全世界国际上的一些音乐人都可以来花莲这边 来一起来参与我们花莲的音乐活动 薛林中文则是针对左窗公墓烟囱和部落地图 数位化建制等议题提出质询 到日式火葬场这个部分 据了解目前事实上它还不是古迹 它也还不是历史建物 还没有被文化局所认定 所以事实上各县市针对这样的东西 也有异地保存的例子 所以为了地方的全面发展 我们真的是希望文化局赶快针对这个部分去处理 该是被县市画上红线的地方 却享受不被拆罚 同样给区域真的是天狼之别 我的主张是既然你的规范不清楚 是不是应该不要贸然执行 暂缓执行 让这个未划设的部分 尽数的这个韩文给各乡镇市工所 限期他们赶快把它划设 这样的话这个规范完善 再来执行才是合情合理的 那之前县府办了一个研究部落说故事 这个部分 也可以同样把部落的地名 这个历史事件 历史故事都一起放在这里面 配合所谓的现在援助民族委员会的 爱部落的这样的公共的平台 这样的媒体平台上面 每个部落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数位可以典长的一个机制 现眼里缺望则是针对 欢仙基内的大楼 县政府是否有辅导成立国立委员会 来维护人民的生理产生安全 全国应该对于这些 住商粉和大楼等等这些大厦 社区应该要投注更大的 心力跟经费来帮助他们 因为事实上成立管委会的部分 当然非常好 有管委会能够来随时注意 消防安全等等这些问题 但是大多数的是还没有成立管委会的部分 当然花年县建设处跟消防局 也已经对这些没有成立管委会的部分 做一个点检跟清查 本期希望要赶快把这些消防设备安全 这个跟人民生命财产最有关系的部分 要赶快盘点清查清楚